停 别划走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你晚上一个人在家 劳累了一天 拖着疲惫的身体洗漱完 刚躺在床上 无意中瞥见 床头的椅子 或者衣架上随手乱扬的衣服 隐约看起来像个人影或者怪物 你先是心里咯噔一下 再确定自己看错后打开了灯 大多数情况 那里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堆你随手丢的脏衣服 你关了灯 准备挖回手机 挖累了就睡 但是刚关完灯 你还是会无意识的 像刚才那个地方再看一眼 这是你会无聊的脑补一些画面 比如那个人影会自己动起来 你越想越害怕 好像它真的动了 然后你努力让自己别想了 害怕它再次打开了灯 发现那只是你的幻想 那里仍然是一堆脏衣服 你忐忑不安的继续睡去 此时如果你的意志力不强 刚才的事会在你脑海挥之不去 你突然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这个也发现刚才那个人影 居然在门口 你吓坏了打开屋里所有的灯 赶紧拿起手机 给最好的朋友打电话 那个该死的朋友 却死活也不接你的电话 当你还在犹豫接下来打给谁 黑兮兮的走廊像深渊一样凝视着你 你决定出去把屋里所有的灯都打开 然你刚走出卧室 打开走廊的灯 因为你忘了关窗户 一阵风卧室的门团被关上 这时如果你是女孩的话 应该已经被吓坏了 你脑海会浮现 你看过最恐怖的电影画面 你根本没法控制自己的恐惧和想象力 你准备逃出去 或者想打开客厅的电视 这时因为你开的灯太多了 电突然用完了 电卡还剩最后的五度电 屋里一片漆黑 当你慌乱中打开手机的手电筒 想去找电卡时 你会发现 从头到尾这一切都不是你的幻想 因为那个黑影就趴在卧室的门口 停 别划走